俄罗斯国防部28日公布海军巡防舰戈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 在巴伦之海水域试射极音速巡弋飞弹告石 号称射中了1000公里外位在白海的目标 是新告石飞弹至今试射最远距离 射程可达北约成员国挪威北部以及芬兰和瑞典 根据巴伦之观察报报导 告石飞弹最高飞行速度可达9马赫 是世界上最快速的飞弹道飞弹 可以搭载船筒或核子弹头用来对准海上和陆上目标 可从战舰或潜舰发射 目前的反飞弹防卫系统恐怕都无法制止告石 直接影响欧洲北部的军力平衡 事实上就在芬兰和瑞典18日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之后 俄罗斯与北欧的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挪威空军27日也发现两架俄罗斯军机逼近挪威芬马克 这里临近芬兰边境 北约紧急派出F35战机升空拦截 俄罗斯滋扰动作频频也让北约组织做出了表态 根据发新社报导 北约副秘书长吉尤阿娜29日表示 北约已经不再受制于过去不再东欧部署部队的承诺 他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停止与北约的对话是莫斯科自己 让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作废 吉尤阿娜并未说明东欧部署的细节 但他预期将会是个强大灵活且持续性的存在 以上介绍要入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